Hello 大家好 我是邱老师 今天我们要去抓鱼 走 上船 所有的装备都带上了 水位很低现在 这是干嘛去弄小船 干啥了你 抓鱼去 都没有水了 这两年水位好低 有史以来 一年里面水位最低的时候 去抓鱼给你们俩吃好不好 要乖乖 这都是什么装备 把装备 全部放上船 看看我们的新式武器 新鱼网 今天的鱼要大丰收了 马上出门 两个鸭鸭 两个鸭鸭 你们去不去 你们俩要不要一起去 一起去抓鱼好不好 还是在家等我们回来 去抓鱼去了 走 走 滑着小船出发了 后院出发 小鸭子拜拜 走后院出发 这个船今天开不了 已经触底了 水位太低了 就滑着我们的小船出门了 这一棵还是龙卷风吹倒的树 正好拦在这个中间 不过我们正好可以钻过去 天哪 从这棵大树下 过来了 这有几百米啊 有两百米吗 到这个 到这个入口是吧 一百米 一百米 一百五十米 我听到我们家的鸡叫了 鸡就围在这个后院这 然后他们也可以到小河边来玩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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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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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咕咕咕咕 看到我们家大公鸡了 看一下我们家的造公鸡在这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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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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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呐 你准备干嘛去啊你 直接到河边来抓鱼了 看这儿 这是一颗当时龙卷风 吹倒的树的树根 哇 全来了 我们家的鸡全来了 一会儿回来 拜拜 我们就在这儿 我们就在这个 入口这个地方 把鱼网放下去 两分钟 就从我们家这个 河道这儿滑出来了 这一片都是连着我们家后面的 都可以过来 就挺正儿吗 好嘞 因为这是我们的私家水域 所以我们在这儿竖一个牌子 免得那边 今天经常会有人滑着那个 滑着那个筷啊 这么多 滑到我们家后院去了 所以我们在这儿竖个牌子 别人就不会滑进去 竖牌子 私家水域 五进 哎呦 哇 这个牌子差得了 这样别人就不会滑到我们家里面去了 搞定 找好位置了 准备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拉过去 下好鱼网之后 就等着晚上来收鱼了 固定好位置 现代鱼民 开始拉网捕鱼 然后一头 插在这边 然后拉过去 把那头固定 我的天哪 往这边走 保持平衡 固定 听到我们家鸡叫了 好像有鸡下蛋 先固定 固定好之后 把这个网放下去 然后再固定另外一头 现在需要我把船 划到另外一边去 就在这 就在这 又划那是 嗯 把这个网这样拉过来 有浮球 然后固定在这一头 这样一固定 有鱼过来就全部进网了 天上有飞机 固定好就等着晚上来收了 鱼网安置好了 从这头到这头 安置完毕 这样的 哇哦 一共有一二三四四个浮球 然后这个鱼网就是这么宽 然后有鱼直接就进去 好了 然后这头鱼就在这个网子里面 好了 还有一个小一点的网 今天这个网也下吗 下两个 那就 对这个网下在这边 那个网就下那边 那半边 好走 再下另外一个网 我们走了 下午再见 好往里面进 再下另外一个鱼网 下到那个树那去 下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比较合适 在这儿 现在开始安置第二张鱼网 这张鱼网稍微小一点 所以我们往里放一点 哎呀 你撒到我身上了 这个现代渔民技术不咋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梗就在我的后面 这一头已经固定了 把这一头也固定了 这个是不是拉的有点短呀 嗯 是吧 我觉得应该 往棍子是不是往那边再去一点 是 然后这是第二张网 第一张网在前面 在这儿 两个鱼网都安置好了 一个是两个浮球 然后前面的一个是四个浮球 下午来收网 你感觉今天能抓到鱼吗 十条八条 十条八条啊 我们家的冰柜要插上了 走回家清理冰柜 把冰柜插上 这下就有吃不完的鱼了 回家 就到家了 吊个头就到家了 哎呀 公鸡走了 刚才还在这儿了 过了这个 岛下的这棵树 就到家 从树下穿过 这棵大松树好大 上次龙卷风的时候就被吹倒了 正好倒在我们家这个对岸这儿了 哦 到后院了 我们家的小鸭鸭 站在这儿在等我们回来 我们回来了 小鸭鸭在等我们回家 没有抓到鱼等晚上 好不好 晚上再吃 一眨眼的工具 已经去了 一二三四五六六点了 现在再鱼接着鱼 一段一段的分开鱼下来 还要酒 订阅里面 我去收鱼网 好 你们三个人从这 我从那边那个路过去 我在收鱼网的那个地方等你们 注意安全 涨水了这会 小鸭鸭等着 我们去收鱼回来给你们吃 上面 好 我从那边走了 我从鸡舍这边过去 鸡舍这边这条路 也能通向那边水边 鸡已经吃过饭准备上窝了 我们用托盘铺了一条路 我从这过去等他们 哇 要小心 好 这个搓盘就很好 我就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行了 马上我就到这边的水边了 我们就其实就是顺着这个河岸在走 我先到了 他们滑小船还没有过来 先看一看这个小鱼网里面有没有鱼 感觉好像没有 看一看揭晓谜底的时刻到了 有小鱼 给小鸭子有的吃了 小鱼正好给小鸭子吃 多不多 四五条 四五条小鱼 这个网很好收 就直接这样就行了 然后可以直接放过去 对 收完鱼 然后再把这个网放下去就行了 两个小朋友负责划船 然后把这个网放下去 就不用再安置了 每天来收网就行了 哇 你看天上的大鸟 这边好多好多鸟 各种各样的 哇 划过来 小朋友们好 哈喽 现在我们要揭晓谜底 哇 划过来看这个网 好 现在收这个网了 哥哥最后来 对 注意安全 我感觉这里面肯定有大鱼 你们俩坐好了别动 嗯 我的天哪 好失望呀 没事 没事 明天再收再来收 看这会儿的夕阳 正好照着 这上半截的树 哇 太美了 就像一幅画一样 我把鱼的鱼 我把鱼网安置好 明天再来收 明天早晨肯定有 我相信 明天早晨没有小鱼 没事 回家 我从这边走了 好 直接从这 全部从这上来了 我把他们拉上来 没事 还有小鱼 没事 小鱼正好带回去 给小鸭子吃 你拉不动 好上来吧 小心哦 这边安全 慢点慢点 这小鱼怎么带呢 对啊 也没有带 装在口袋里面 没有口袋 装在口袋里面 装在口袋里面 要不然你掉到水里面就没了 天哪 装在 装吧 装吧 放里面 放里面多洗 渔民都是这样子 哈哈 快点别掉水里面了 这个鸡和鸭的晚餐 这小鸭子的晚餐 就靠这几条小鱼了 可可 把鱼放在了口袋里 好 另外一个口袋也可以放呀 这最后一个居然抓不到 好 好搞定 装口袋 走 装好了 口袋补好了 好 直接 把这个小船就拴在这了 明天再来收网就快了 绑好 走 回家 我们就从这条路走回去 就到家了 大公鸡 把两个小朋友给吓回来了 没事 让爸爸先走 我们都害怕大公鸡 就爸爸不害怕大公鸡 小鱼喂小鸭子去喽 吃得了 小心哦 大公鸡 好了 我们就走到这了 他来到我这来了 大公鸡 还有一只咖啡还没回来呢 我先把鸡蛋收了 我把鸡蛋收了 我把鸡蛋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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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